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侧入针 再向前一点的左侧出针 将针拔出 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短的斜的直针 然后我们从右往左或者说是从下往上的穿过这条线 这里又形成了一个线环 然后从右往左穿过这个线环 把线慢慢收紧 收到一个我们需要的大小 这样第一个杰力锁链锈就修好了 接着呢我们再沿着这条直线往上 右侧入针斜着往上的左侧出针 这里呢又形成一条斜线 从右往左穿过这条斜线 形成一个线环 从右往左穿过这条线环 然后输出一个大小合适的线环 第二针也修好了 之后呢就都是照这个方式呢 从下往上的进行刺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右往左穿过这个线圈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线是压在针下的 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相对位置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一个出入针点 它的一个相对的位置或者是距离 秀制出一些不同的效果 达到我们的需要 比如说这个我就让它们的出入针点之间的距离长一点 然后呢 离我们画的这条直线远一点 然后呢 离我们画的这条直线远一点 这样呢 秀出来就会大一些 最后呢 我们就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近一点远一点都可以 只要是在这个线环的外侧 入针 就可以结束了 这就是今天介绍的针法 竭力锁链锈 改变一些参数 可以改变 秀出来的效果 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绣制一条竭力锁链锈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